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明 今天我要为大家算一算这个养车成本 什么车呢? Honda CD-RS 那随着这个 CD-RS 正式在我国销售呢 Honda Malaysia 也终于公布了 这一台车它的这个保养的列表 现在就让我来带大家看一看 养这台车要多少钱 首先呢虽然说这个 CD-RS 它所使用的 IMD 动力系统 那在这个系统里面 引擎并不是主角 但是呢 根据Honda Malaysia 所列出的这个保养列表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这一具引擎 它还是需要每一万公里 或者是半年Service一次的适合者为限 这样一次的Normal Service是多少钱呢? 那我们从旁边这个列表就可以看到 这个Honda Malaysia 给 CD-RS 的黑油 是0W20等级的 价钱方面是$147.18 那加买这个人工费以后 总数为$267.98 那讲到这个人工 除了第一次1000公里的这个Free Inspection 以外 其实 CD-RS 它有另外4次是免费人工的 分别在$3万、$6万、$9万、$10万公里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 CD-RS 它和普通版的 CD 是一样的 那就是它每2万公里才会换一次 Oil Filter 也就是说你 Service 两次 换了两次黑油过后呢 这个第二次才会更换这个 Oil Filter 而同样的依照惯例 我也将这个 Honda CD-RS 手10 次的 Service 列表 列出来给大家看 这台车呢它的这个平均保养价格 我们从这个列表就可以看到 都在这个$2-300 之间 那比较贵的几次呢 是在这个$3万和$6万 还有$9万的时候要$400 多令吉 而比较贵的原因呢 是因为它换了比较多东西 像是多了这个 Aircom Filter 啊 Break油啊这一些零件 我觉得 Honda 在这方面 它真的是有尽量把不同的零件 放在不同的时候换 所以它每次的这个 Service 整体来说 是比较平均啊在花费上 那你的钱包就不会那么伤 在这一边呢我也就做出这个列表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些额外的保养品价格 这样子这一台车有没有 Major Service呢 虽然说它不用换这个牙油 因为它没有牙箱嘛 但是还是有的 不过是在10万公里 那么迟以后 它才有一个所谓的 Major Service 那就是换这个 Spark Plug了 那 Honda Malaysia 是为这一台车 换上这个 Iridium Spark Plug 所以在费用方面 是会稍微比较高了一点 要$500 多块 啊对了 这一次的 Service 也是 Free Label 的 那价钱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啦 而除了这个 10 万公里的 Major Service 以外啦 接下来比较 Major 也比较贵 比较换比较多东西的这个 Service 啊 就分别是在 12 万 15 万 18 万 以及这个 20 万了 虽然该我说这个 CDI 是没有变速箱的 可是呢在查看了这个原厂的官方保养列表之后呢 其实在 15 万的时候 CDI 是需要换一次变速箱油的 为什么呢我们在询问了原厂过后得到的这个答案是 这一台车其实它的这个 IMD 系统里面是有一个变速器 那这变速器呢在 15 万的时候是需要换这个油的 它的价格方面大家可以参考旁边这个列表其实也不太贵 在 70 块以下而已 在这边我也就列出这个 10 万到 20 万公里的 Service 的列表 还有费用给大家参考一下 讲完了 Service 接下来我们就讲一讲这个消耗品的部分 首先轮胎 这一台车它所使用的这个轮胎呢尺寸为 185 55 R 16 那这个其实是和上一代的 CDI 顶级版 V-SPEC 是一样的 它的价格方面呢一条这个 16 寸的轮胎价格大约是在这一个 Range 接下来就到这个刹车片的部分了 那比较特别的是这个 CDI RS 它和普通版的 CDI 不一样 它采用的是前叠后叠的这个配置 也就是说前面和后面都是使用刹车片的 价格方面是多少钱呢大家就可以参考旁边这个列表了 那其实讲到这个消耗品是还有很多部件的 像是 Engine Mounting Absorber 这些等等等等的 但是呢因为这一台车它是一台全新的车款 虽然说外形看起来和汽油版是一样 但是它使用的这个是 IMD 的动力系统 所以在这些方面其实我们也暂时还拿不到价格 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 Honda Malaysia 是有为这台车提供 5年的这个保固期而且是无限礼数哦 也就是说这些部件有问题的话 其实你很大可能可以回原厂Claim 但是除了这些消耗品外还有一个重点 那就是这台车的电池组 那这个电池组呢我们再询问了 Honda Malaysia 过后啦 目前他们暂时还没有一个官方的价格 但是这个电池组其实是有一个8年的保固期 而且同样也是无限礼数 OK 那讲完这个 Service 还有保养品销耗品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就为你算一算 平均5年养这台 Honda City RX 要多少钱 那我们同样的是以假设你一年开个2万公里左右来做例子啦 5年下来你的基本保养成本 从旁边这个列表就可以看到啦 大约总数是在一个3千7百多令吉 那平均每年的这个价格 大家可以参考旁边这个列表 除了保养以外 你每年还要为这台车更新入税和保险 那在Rodtex 方面呢 这个 City RX 它是90令吉一年 至于保费方面 我们以这个 NCD 08 来为例子的话呢 这台车的这个保费是 这样子 3000令吉 好啦 那以上就是这个 Honda City RX 在保养方面的所有详情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台车 仰起来如何呢 其实我们有拿这一台车 和这个普通版的 City 在这个保养总数方面 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啦 我们发现到这台车 其实仰起来呢 原厂对原厂 它的总数是稍微比较便宜一点的 所以你对这台车有什么看法 对它的这个保养的成本方面 又有什么意见呢 欢迎在下方踊跃发表留言 和我聊聊天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我也忘记了 记得喜欢这个影片 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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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